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全世界各个大学最好的这些新闻所 科多利亚大学新闻所其实都已经招过满学生了 就是新闻这个行业本身在非常快速的这个破碎 然后和但呃他带来的这种危害到底有没有啊 因为刚才这个朋友问到的问题我觉得很很经典也很有意思 就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出版社 呃也许你不会问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新闻一点 但是也许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媒体 如果每个人都是都能够是一个独立记者的话 如果我们这个世界透过技术的力量真的可以去到某种去中间化 去中心化或者是多中心化 whatever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去到每个人贡献自己的东西 然后被其他人准确的接收到啊不需要任何中间人的话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是不是真的还需要出版社新闻媒体或者等等这些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核心其实很有趣 我自己呃从记者出身对这个问题有很很多年的困扰跟跟思考 那我现在的答案当然是我觉得这些角色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但这些角色它本身不是平台就它不一定是一个呃就是作家要出书 非要绕过你不可的东西 它是一个昨天我在非地的那个Y3的读书会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说法 我们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一类的角色应该叫做自我取消的中间人 但他依然要是就是我举个例子刚才重建没达完 就是呃你说作家为什么一定需要出版社 其实拿我最近跟重建合作的非地出版 刚出了这个香港小作家董启章的小说的他18年前的一本经典小说的再版 他的当年的18年前的经典小说里边就有蛮多的科幻的意味 对那作家董启章也非常非常的呃想要用NFT的形式来尝试他的这个数位出版的方式 所以他自己也非常积极的配合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相当于一个一起工作的状态 但是非地出版依然是以一个出版社的方式跟他合作 为什么因为有非常非常大量的你可以理解而类似于PM的工作要去做 对就是管理时程了社群宣发了然后封面设计了找版画了找人推荐了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东西那重建可能高重建自己出书的时候 他个人的网络可以完成这件事但大部分比较专心在自己领域的创作者其实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有点像是作家经济跟作家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编辑经济人加专案经理吧 大概这样的一个角色三者合一 那以前的出版社或者新闻媒体其实往往是这几种角色的加起来再加平台 以前的出版社跟新闻媒体的问题是读者想要读到这些资讯是一定要透过他才可以读到的 那现在其实对这些出版社也好新闻媒体也好 他面对的挑战就是他的平台的角色已经被取代了 就是在web3之前就已经被取代了他已经进入一个已经完全被社群平台给冲垮的状态 那出版社也好新闻媒体也好 其实顺色的角色就是刚才说的那几种 但那几种是非常必要的 就像你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出一个好的产品 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进行协作的 有人来负责这个大脑的部分 有人来负责这个大脑周边 怎么把这个大脑表达的东西更准确的传递给公众的部分 那少数非常非常少数的人可以多重功能合一 或者今天记住是HGBT的帮助对吧 一个人就像一个团队也许是有很少数的人会做到这一点 但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依然需要一个团队 但在这个团队里面就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作家经济或者出版社的角色或者新闻媒体的角色 就已经不是一个读者非要让过他才可以接触到作者的这个状态 而是作家出版社跟读者都成为这个内容的stakeholder 就是是是这样的一个生态关系 那这个是我绕回来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就这个是我其实做媒体很多年以后 或者是说也不是做媒体应该是说做媒体的过程中 然后开始逐渐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冲击 这个冲击包含了商业上的冲击也包含了平台规则的冲击 注意力的就是就是所有的注意力都被脸书或者是IG推特给垄断了的这个冲击 也包含了政治上的这个新闻新闻审查的这个冲击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 就逐渐让我觉得哦我开始明白到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那我这里放一堆nogo是我的个人简励哈 对然后我以前是一个记者就是我大概做了十年五到十年的这个记者吧 然后因为在香港其实赶上了一个很特殊的后来离开之后才意识到赶上一个很特殊的时空 就是当时在香港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是两岸三地 我在新闻所教的课叫两岸三地新闻专题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古早的这个早就已经过时的概念的一个课 但是它蛮能保留某一个时代的这个特征的就是在那个时空 我是2005年开始在香港科技者的然后一直到2010年的时候至少有五年的时间是非常的就是有一个华语社群的这个大家曾经有一个幻想吧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华语社群的这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无分大家就不管大家的身份认同是不是一致 但是至少我们都使用同一个语言所以我们可以相互沟通所以那时候在香港香港就像有点像是华语社会的一个我行为非地的一个概念 就是他他他他他他他这个地方的政治上有点比较超然他虽然属于就隶属主权属于中外共和国但他的文化身份相当的相对的超然以至于在香港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流动的资讯跟人跟想法跟钱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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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结地像一个码头一样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做记者是离开之后才意识到是一个其实很难再复制的这么一个就大量的资讯流跟完全不同的人在你身边流动的这么一个其实很很很爽的一个一个时空啊 那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可能进入到很多的国家都在面对部落化的状况就是我们开始被自己的同样的同样的包裹 被自己的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身份认同的人包裹 越来越难看到自己不同的人的这个声音不管是在因为疫情导致的封锁封闭去去全球化还是因为平台的这个演算法导致的这个资讯的传播的计划 其实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在让我们越来越身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部落之中 那那个所以对我来说从那样的一个在那个反过来就在那样的时空当记者是一个很很特殊的经验 现在其实现在如果重新做回新闻记者或者要也要做这个呃这个计时类的纪录片啊采访报告可能这个状况都很不一样 对但也因为那个时候在香港做记者所以让我在很短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是其实呃一方面是积累了很大量的对呃呃就是大家虽然讲华语或者讲同一种语言但是对不同社群的这个意志性有很呃大量的这个这个这个观察跟体验 然后这个这个意志性之间的冲突就是在好的时候在政治环境比较好的时候这些意志性的部分会相互吸引会引发会让彼此对彼此非常好奇 因为你会觉得哦哎不认识一个北京人跟我很不一样认识一个台湾人跟我很不一样香港的某一个地方的人跟马来西亚的人好像也很不一样 在政治环境好的时候这种意志性会导致很好的好奇跟交流跟火花灵感创意呃但政治环境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导致很大的这个纷争争吵仇恨甚至战争对所以呃我就刚好经历了这个这种呃在香港刚好处于这种意志性的这个很对这种意志性有很大包容的这这这一个城市 然后见证了他从这些意志性从相互的好奇到相互的这个仇恨的这个过程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同时伴随的是呃就是这个从相互好奇到相互仇恨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政治就是以以中文世界在地的环境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原因 您刚才从这也讲到大家也知道像香港本身在发生变化那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在发生过去十年发生很很严重的这个呃政治的呃很很强烈的政治解缩吧就是这个政治的这个包容的包容性在降低保守性在增强 那等等等等的对外的这个张力也都在增加那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意志性从呃相互的好奇转向相互的仇恨其实跟我们的传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跟我们所面对的社群平台本身的机制设计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件事情是在我们已经每个人都非常呃 呃相影跟就是已经变成它完完全全的使用者之前其实没有来得及意识得到的大部分的人那所以对我来说我才开启了后面就是上面的一排logo是跟呃完全内容相关的媒体工作后面就是后面才开启了我2018年其实差不多是2017年比2018年开始的一系列的创业那回到刚才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课呃我相信 这一门课的很多很多老师很多很多分享者一定都是有很高强的这个技术背景所以呃那既然是webson for puppet group我就今天主要来讲puppet group的puppet group 对然后我我我我我是想分享的我现在非常主题其实想说我为什么会觉得呃我们非要透过不管是webson还是一些新的呃新的机制设计的方法来带来改变为什么我想讲的是why的问题就是问题到底在哪里 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在啊不管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香港感受到的那个危机是今天就人类社会各种各样危机的这个这个这个集合跟缩点不管是来自政治上的商业上的还是技术上的所有的这个危机几乎都在这一些地方在集中的爆发 那我其实个人也一直都很相信真正有危机的地方就是真正有需求的地方真正有需求的地方会会会会诞生也应该要诞生真正的创意创意不是来自于啊高屋建林的这个理论里面创意一定要来自真实生活真实生活的需求那所以对我来说我今天主要分享的是想说我们的我们面对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当我们手上有那么多的solution 而且当AI当欧问AI或者是每一天都在就是光速在在进步和这个有长足的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以后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手上的工具会越来越多我们的solution会越来越多多到远远超出你的需求就是多到你可能要有一天要对你的工具做断舍你的程度就给你收纳物品一样那个多到你可能都已经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你手上的工具做断舍你的程度就给你收纳物品一样那个多到你可能都已经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也解决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了那这个倒过来就是所以我今天主要想分享的是问题是什么 刚才讲到那个在香港在小小的香港感受到的那个一直性之间一直性就是大家都很不同的那个一直性之间的那个冲突 有一部分我说到来自演算法或者来自平台的设计 那其实是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思考这样的就基本上我们呃或者是说从传统新闻业的角度 呃我不知道大家还知不知道有个就我们曾经到现在政治上还在使用一个比较多话语权 我们以前会说谁有话语权话语权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权利就是以前能说话被别人听到是一种特权 对吧就是这也没有很久以前可能30年前50年前吧就是不管是大众传媒的这个词的发明还是广播电视印刷术 这些这些能够让你的声音传递到整个世界的这些技术都是有很高的成本跟门槛的能够使用到这些技术的人是有特权的人 所以我们才有所谓的话语权这回事以前的知识精英是有话语权的因为他们的写的文章 他们说的话可以印在报纸上被很多的人看到但今天这个权利的结构完全颠覆了今天变成每个人都可以讲话 但重要的是谁能听见你讲的话谁能听见这件事情是由谁来决定是由平台是由今天作为中间人的这个平台怎么设计这个机制怎么设计来决定 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完全从一个话语权转向一个可能过滤的权利或者是筛选的权利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我们今天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讲话所以实际上我这里漏了一张图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要处理的这个资讯量已经远远可能在OpenAI的人家会更加严重了 就是我们的资讯爆炸的这个程度已经让我们获取的资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处理的上限 我们的大脑可以处理的上限 所以这是在我们今天这个年代是人类文明诞生以来第一次由资讯的溃乏变成资讯的过载 话语权这个概念其实是失效的 那所以我们的面对资讯 我现在把新闻先不要叫新闻了 也不要叫出版 那我们面对Information 我们面对Information的方式 在过去10年20年的时间 其实从人找资讯变成了资讯找人 就是这是一个很可能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身在其中感受到他深深的便利而不去觉察他 但是如果你稍微抽离出来一点去想象这个变化非常的快 快过其实远远可能没有在一代人之间 在就是可能一代人的三五年之间就已经发生了这个变化 我们以前是在这之前甚至都不是人找资讯 在这之前是人抢资讯 以前是没有那么多资讯可以看 所以大家有一张报纸要传遍全村 对吧 然后很快的我们开始有比较多的当所谓的Mass Communication 就大众或者Mass Media开始出现的时候 当大众媒体开始出现的时候 已经有足够多的资讯开始出现了 我们有足够多的很多的电视台 很多的广播 很多的这个报纸 然后我们开始要去找资讯 但是其实也就不过十年左右的时间吧 就是从社群平台开始 其实资讯找人已经是今天主要大家找 看东西的模式了 今天大家 所以我觉得OpenAI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当你发现你有一个超级强大的 生成式的这个智慧工具可以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要重新回到那个 面对Google Search的那个 搜索框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已经 除了你去找一些生活也很必要的难题 比如说我想要让我的地板被猫弄脏了应该怎么办 就这么具体的问题之外 其实可能我们已经太多时间都在依赖每天各种各样的平台推送给我们的东西 而且已经看不过来了 所以已经不用主动去找东西了 但是今天你面对OpenAI的那个聊天框 你可能重新开始要想 我要跟他聊什么对吧 我要问他什么 那个问问题本身 变成重新被address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就至少我们从简单的这个资讯找人的这个世界给脱离出来 那在这个资讯找人的这个整个的演算法的这个设计过程里面 我们面对的改变是什么 就以前这个平台的代替产业不只是新闻也不只是出版 不只是是很多很多很多行业都在发生这件事情 我们以前的工业的模型是说一堆人在生产产品 然后轮到市场上或者是要卖给照 然后找自己的消费者 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把它转化 就是当当今天的web2的这个技术力量 把它转化成platform 把它转化成平台的时候 其实我们变成是我们对于很多平台的经营者来说 它是设计一整套的机制 然后它来作为一个集中的数据的提炼加工者跟价值捕获者 它提供一整套的基础设施 它在面对一个非常多边的市场 然后呢意味着什么 就是这个平台就像国家一样 它不是一个市场逻辑 它基本上是一个基础设施的 就是基本上我们今天在IG或者是在TikTok 或者是在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上的生活 是一整套的 它不只是我们看图片看朋友的动态 看有趣的小视频的来源 它也是我们所有资讯的入口 它是我们打开手机的第一站 它基本上是我们digital life的第一站 那这个是一个跟以前工业时代 就是跟这个传统工业很不一样的一个一个底层的结构 那在这个结构下就变成 它在这个里面 让我们感觉到的是 我们可以用最短的时间 获得我们最喜欢看到的讯息 但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讯息 是我们弄掉了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而且可能也不需要知道 因为喜欢的信息已经看不完了 但问题是这些平台的整个的机制 是它就像让你走进一个游戏 然后慢慢的上瘾而不自知一样 你玩的很爽 最后你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其实你是不知道也不在乎的 对于个人来说可以不在乎 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如果整个社会都不自觉的进入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体制的话 那其实是蛮危险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我们在 其实当美国的总统大选 开始发生极度的分裂的时候 主流的英文媒体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了 但这件事情已经早就已经就是这个交流 你也更深重了 对那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那所以在这个在这个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时间里边 我们今天在社会面对的什么民主的危机啊 性资讯的极化 我们无法跟我们的一千不同的人沟通啊 等等等等对话的失败啊 然后所有的导致到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对到的这个所谓的后真相的状态啊 什么意见 我们今天在网上很难跟人真正的争论一件事情 因为已经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已经看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 就已经进入这个意见高于事实 立场先于是非 情感决定认同的这个状态 那这个状态跟传统的二十世纪的民主机制的设计是有很大的矛盾的 民主机制的设计是假设每个人都是充分被告知的 充分被告知的公民 然后在充分你获得充分的资讯 充分的事实 充分的素材的基础上 一个理性的人经过教育 可以做出科学的判断 然后不同的判断可以拿出来讨论形成一个公共讨论 公共讨论可以形成一个决定 最后可以形成一个投票 然后来左右整个国家的这个状态 这个是民主国家的民主机制的最最根基的一个假设 但今天我们面对的状况是这个假设的每一个环节几乎都在被挑战 甚至是推翻 我们还就是包含这个民主机制里边所有的这个传统的sector 比如说传媒所谓公众的第四权等等等等 全部都在被挑战 那这件事情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的问题其实是 Laura一开始讲到的 其实是整个机制设计 我们走进了一个以商业公司商业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的新创 就上一代的这些新创公司所定义下来的这一些机制而不自知 然后直到这些机制反过来改变了我们的公共生活 就改变了我们实际上真实的这个社会的很多很多很基本的规则的时候 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那现在可能更加来不及 那所以这个状况是今天当很多人在讲假新闻 然后后真相资讯战 谁谁谁对谁发起了这个资讯战 也不只是这么简单了 今天我们面对的状况真的是超级基本 我在最后讲一点点曾经在新闻所讲的课里面会讲到的事情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很重要的研究 2018年3月份的时候在Science大致上发表了一个研究 是MIT的三个研究员 生理工学院的三个研究员 他们搜集了就是过去三年还是五年就是几乎所有的推特的资讯 然后就推特因为我们可以把推特想象成是一个自由的资讯传播的平台 接近自由基本上自由 然后中间当然不乏有这个Bot 不乏有一些人为的操作 不乏有什么对 但是当你把时间拉的足够长 然后涵盖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 其实那些误差是可以几乎被视为没有什么核心影响 然后他们搜集了大家三年所有的推特的量 然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了 就是最后经过很多的演算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假新闻跑的比真新闻要快六倍 就是在推特上一个谎言的流传速度是比真相要快六倍 然后这个六倍的这个而且是很精确的六倍 然后这件事情好为什么重要 就是我们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结论符不符合大家的日常对使用社税平台的体感 也许符合 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 是大家知道当我们今天在讨论言论自由这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的立法 或者是这一两百年来 我们人类花了很多很多 做了很大的牺牲 最后得到言论自由的一些基本的法规保障的基础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假设 是16世纪美国那个哲学家尼尔顿说的 他说在一个开放的不受管制的市场里边 意思就是政府不要下手来管 在一个开放的不受管制的市场里边 让真理跟谬误公开的辩论跟竞争 真理终归会胜过谬误的 对这是一个基本讲 我们很多的言论自由的立法都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哲学假设上 好如果这个假设被推翻了 推那已经是这个这个2018年为什么能够发表在science的指上 就是它是一个如此根本的挑战 就是说明今天在我们的数位世界的这个资讯的生态里边 实际上这个假设已经被推翻了 他没有管制啊 他不是在中国对吧 他也不是在伊朗 他不是在俄罗斯 他在美国 他在一个自由的这个民主社会的环境里边 然后大家可以自由的竞争啊 你可以每个人的眼睛都是公众的眼睛是血量的 然后最后竞争的结果是假新闻跑的比真新闻快六倍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它带来的冲击 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哈 就是整个新闻界反应是非常非常非常缓慢的 那那整个其实在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就是都是处于一个懵的的状态 还没有立法也是一样 那所以你看到有些国家开始讨论啊 那我们是不是要 那你既然说啊 如果没有管制言论市场自己就失效了 自己就失灵了的话 那怎么办 那有一派观点就认为说我们来管啊 对吧 那很多所以像新加坡就开始说假新闻要立法啊 新闻要立法 很多国家都开始说要重新那个看不见的手 政府这只手要介入进来 我们要来管 因为你自己管不好 市场失灵了 这就是市场言论市场失灵的这个状况 那但问题是管的话 谁又能保证 台湾也在谈这件事情 谁又能保证政府就一定是一个公平的player 对吧 政府就没有私心 政府就假设政府重新要进来扮演这个管理和治理的角色的时候 谁能保证他不会做大 重新做大威权 重新让这个威权跟独裁的苗头升起 这个也是所有的人都很担心 所以这个事情就在很多国家 当然有些国家是没有这个包裹 对但是有些国家 但大部分的民主国家是这个包裹是很重的 是不能轻易这么做的 那但ok如果政府不进来管 市场要失灵了 那要怎么办 对吧 这个市场失灵怎么办 那所以对我来说 其实做后面所有的就是 对对我们今天面对的状况 其实不是没有真相 是你讲出真相也没有人能出的见 就共识已经消亡了 所以就对我们来说这个资讯站也好 什么也好 不是谁发动的而已 而是我们今天这个环境就是随便一个谁发动一个事情都可以成为资讯站 已经变成一个资讯站的很好很好的一个呼唤器了 后面几个我跳过去 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在交会的事情就是这个 就是所谓的当我们面对的问题是 这个资讯的市场 信息市场或者是思想市场的失灵 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时候 我已经至少对我来说 没有办法再像假装看不见他一样 我们意外作为创作者 我们就在或者作为新闻的生产者 我们就在这样一个失灵的市场里坚定的说 我们要继续做好新闻 我们要继续把好新闻做到一个深度的内容 你可能看不下去 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好看的trailer 我们把它变成一样长途 我们变成一个动画 我们变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任何好看的infographic 吸引你的注意力去跟那些其他的短视频竞争 是可以这样是有效 但是它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根本的这个这个这个底层的这个设计 那所以对我来说 我自己一个很大的焦虑 就2017年底18年18年开始创业做metals的一个很大的焦虑就是来自这个 我突然意识到说我以前在做新闻业的时候经历了也经历了很多人说的这个数位转型 从一个很传统的杂志的记者写很长篇的文章到去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 各种各样的阅读载体有iPad也好或者是手机up也好 然后到做专传媒做一个纯数位媒体就是那你可以说在新闻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在经历数位转型了 但终于有一天我发现不管这个数位转型从产业里出发的数位转型做的多彻底你依然是在沙滩上建高楼 因为你底下的这个传播环境已经根本上变了 那所以我的所有的教育就回到了我怎么去应对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这个市场失灵这回事 呃我这里要再补充一个背景就是我觉得市场失灵这回事在成熟的体制健全的民主国家是有很多呃防就市场失灵之外的补偿机制的 比如说我们在民主国家还有公共电视台对吧然后还有这些BBC也好台湾公事尽管被带很多人做话 我我听过的台湾新闻界的朋友都说要炸掉公事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 哈哈哈就是都都被很多人骂然后或者是但至少好他有一个让你在可能很多经济都很多资讯都不相信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可以回去 呃公事的新闻可能总是会稍微可信可信一点吧他提供一个公新闻作为一个公共品的 这个基本的商品他在他基本的产品他在提供那还有一些国家会有很大的企业家去做呃基金会 然后比如说报导者就是这样报导者是一群一开始是由企业家法以及企业家来主要支持那后来当然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小额军分开始出现那这个这个这个油其实这是非市场的力量啊就是非市场力量所形成的这些基金会来支持这些 在社会里像路灯一样对每个人都重要但是每个人都不觉得要为他付钱的内容去买单那这就是我说的这个 咨询市场失灵之下的一些补偿机制好但对我来说我自己出生在中国然后在香港长大然后在香港工作 我所生活过的地方呃曾经喜欢热爱过的地方全部都进入了这个威权的这个阴影那对我来说在华文世界除了台湾和也许马马来西亚其实也不完全是除了台湾台湾的新闻界先不讨论除了台湾对这个幸好不是在新闻所在新闻所的时候现在方不还轻一点就是台湾的新闻界先不讨论但是除了这个小小的2300万人在台湾有这么丰富的媒体 生态之外的中文是在华文世界面对的状况是市场已经失灵了然后同时政治的这个集权跟这个集权的阴影其实让所有的能够修补这个市场失灵的东西都无法运作他没有一个民主政府去拿纳税人的交的税去提供一个可信的新闻服务对吧这个根本不可想象他也没有允许办法允许任何一个有钱的企业家去支持一个独立的新闻 调查独立的就独立于执政党管辖的这个资讯入口都是不被允许的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所以我常常以前去到一些心跳的环境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你们的创意对我来说这是我们的生存的本能就是对我来说要去寻找一个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资讯的重新组织的方式 去应对这个资讯的市场失灵或者是应对这个社群的极化是一个是一件生存的事情不是一个创意的事情就是他如果如果不能找到的话那这个那这个环境是就是完全没有救的一个状态 对所以对我来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了然后去呃在在为什么在2018年的时候去开始去开始做创业然后呢大家因为当时面对了这个当时区块链或者是整个web3的其实当时还没有web3这个概念当时是开始讨大家开始讨论这个区块链 所以大家开始讨讨区块链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本科是念经济学的所以我对区块链背后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对数位世界的资产 确权确认所有权这件事情有很强烈的感受就会知道所有权的革命是一切革命的开始根基 然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回到数位世界去将所有的我们生产的资讯去做确权的话那我们能够保证这些权利在后续被相相对来说公平的使用 而不是轻易的被平台无成本的垄断跟呃利用去卖广告也不是无成本的被呃政治上的这个集权去呃删除或者是审查等等等等如果我们能够真的能够做但是这个非常 乌托邦非常理想是非常理应该也不是也不叫理想就非常理论化的一件事情当我意识到就是一个有可能会带来改变或者是有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去治理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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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这个刚刚说到资讯市场失灵言论市场失灵的这个一个切入点所以对我来说2018年开始做开始做matters呃是从这里出发的那当我的所有的新闻界的朋友都玩了 完全不理解他们都以为我去炒币挣大钱了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matters的前同事还每每隔一年都跟我打招呼说一些这些你韭菜费的怎么样 我心里想说我才是那个韭菜了就是一直都一直都在被呃呃质疑但是到可能但大家其实慢慢的有意识到尤其是在香港的朋友 因为以前香港的朋友还是比较自由的嘛就根本感受不到这个紧迫性但是2019年之后香港的变化其实大家看重建这样讲就其实非常强烈的香港的朋友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你原来觉得像空气一样自然的那些东西会一夜之间消失那消失了之后怎么办如果你在这之前没有做任何的准备的话消失之后怎么办 我们还要不要有新闻对吧我们还要不要有一些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基本的声音能够让大家彼此看见如果要有的话他们怎么生存他们在什么什么样的方式下可以生存他们要怎么自我组织跟自我保护 这些东西都是呃呃变成你是就很吊诡就当你就所以对我来说就完全是个非典型创业我在想的是这些问题但是我面对的市场是我我我我我我我刚开始论麦克斯的时候那个功能很简单就是你把所有的文章保存在麦克斯上你就不会被删除大家就这样对但是他你可以想象为是一个保存在去中心网络上的一个不可删改的一个部落格但是这个功能对推向市场的时候我也知道很赶快 因为只有呃中国大陆的人或者是香港后来的香港人大概明白这个事情意味着什么有什么用有什么实际的需要你面对自由市场的人他说为什么要不可删改我自己就copy下来就好了我就把文章发在一点或者是发在匹克邦上就好了我本来匹克邦也也也也也不会删我的稿子吧他也不会删我的文章吧等等然后你要就像刚刚重现说Amazon会死吗Amazon死的时候可能可能你过世的时候Amazon都没有过世 那到底你的问题是你不能这样子去给你的用户卖产品吧你不能说哎呀你看你现在用的这些工作很好啊未来可能他会死掉啊所以你应该先用我们这个就肯定不能这样了就就不是一个真实的需求 所以对我来说虽然是从这里开始去就是这个动力是来自这里开始去做那很后来很多的尝试但是也也也很也意识得到就是就不是一个大部分人真实的需求 但是有一个真实的需求是掩盖在这个之外的就是那么多人都讨厌Facebook那么多人都在Elon Musk接管推特之后可能也开始不太信任推特虽然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选项但是我们都没有别的选项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很多人为什么开始讨厌今天的社群平台我们可能很多人开始使用TikTok或者抖音但是一边使用的时候一边可能会心存怀疑好我们为什么讨厌这些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它有它其实我们讨厌它的原因不见得是它肯定不是它不好用或者是它怎样而是它是一个黑箱就是它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我们担心自己太喜欢而受伤害对简单说应该是这样对所以但那些黑箱的东西要怎么改有没有认为有没有认为可能是一个不是黑箱的社群或者是创作平台来运作 同时也能让创作者自下而上的去组织自己这件事情就我对我来说我至少做Matters的这个问题意识就从怎么样让你的内容不要被删变成了往回一步就是那个机制设计不要被删的原因是这个你的东西是你的就是刚才重新讲的ownership拥有着你的东西是你的同时你有自己的这个supporting the system你有自己的兴趣小组你有自己的喜欢的人跟你在一起的社群 你有自己的支持的网组你有自己的你如果是个作者你有自己的读者然后如果你是个读者你能够为你喜欢的作者你能为对你喜欢的作者成为backer而且这种支持这种连结不只是注意力上的而且甚至甚至可能是真金白银的然后或者是某一种更精确的价值萃取的方式能够让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去 去更深刻的绑定的那这个是对我来说一直想要从Matters开始做的很多很多的创业都想做的事情对刚才那个呃那个谢谢谢谢宝国介绍我们改名了我们叫Matters.Town对因为Matters.News就我觉得这个改名也能看得出来我们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我们我一开始注册Matters的时候我们的公司叫Matters.News就是N-E-W-S那看得出来我的当时的那个问题 第一是说我们要让资讯永流传但后来发现资讯永流传没有用嘛看没有人看他依然是没有就是他不是一个真实他是一个他是个真实的需求了但是他只是对很少部分被压迫的人有这个需求对那后来实际上大家在使用Matters.News这个平台的时候这个这个网站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去中这个这个IPFS上面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用户在这里 呃他为什么要来用Matters而不是其他的他觉得在这里他有一个安全感安全感是说这个东西杀自己的然后他可以拿着他自己东西他有一个很强的身份感然后这才有这个身份之后他跟其他人的这个呃这个社交他觉得相对于不不不不像在脸书或者是在IG上可能尤其是脸书那样被被manipulate因为Matters的平台的规则相对来说非常的透明而且也没什么规则就是演算法很非常的简单 所以基本上大家在用嘴用嘴的时候Matters很多用户就给Matters起名叫马特士马特士 然后呃大家开始叫Matters马特士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说明明是我们的重点其实不是资讯的保存跟流通或者资讯的保存储存跟流通只是最底堂的一件事情 重要的是在资讯的处中跟流通之上长出来的那个生态那个社群生态是什么样的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跟主流的社群里面跟脸书跟推特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社群生态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呃就是就是非常透明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节点的这样的一个呃小组的生态那所以其实是Matters本身也在往这个方向转型 所以在当大家把Matters叫做马特士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Matters.news这个最初由团队确立的确立的名字其实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不符合呃实际上大家使用它的状况所以就是我们最近改的名字改的叫Matters.tank然后我们也开始在Matters.tank 能够被呈现出来那大家在这里开始有自己的身份呢就是我们就你登录一个那个identity的网站就可以去有的这个马特士民身份证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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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详细讲然后那所以呃对我来说我今天在做的是这其实专闻还有一点点才有很多了对但是我还就我在做的是这四件事情我自己也在想说呃就是这四件事情分别是什么哈Matters是一个呃 呃底腾的社群社群社群网络就是我们我希望能够在Matters设计出一种呃就是呃新的社创就是我刚才说符合creator符合creator需求的生态我们社群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呃协议吧或者是一个应用那非定是一年前我在西门台北西门丁开的一间书店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它它是一个书店它是一个很 不是很大的书店但是我呃但是它里边又可以发生就是它可以成它虽然是一个实体上不是很大的书店它可以承载很多有趣的呃内容跟活动的发生所以我把它想象成一个实体的社群空间那一个一个虚拟的社群网络跟一个实体的社群空间然后呃端是一个依然是一个以深度报道的方式在运作的专业的就pgc吧就是你可以的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它是一个专业 呃人士生产内容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一个呃品牌然后在场是meters两年前一年半以前两年呃一年半以前孵化的一个奖学金那目的是因为meters本身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社群平台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写作呃但是在场是meters设立的一个奖学金是专门拨这些计时类的作品的一个奖学金它想要透过一个跟端不一样的就是 不像传统媒体这样的编辑台自上来下去设定议程然后制造内容然后再推给大众的方式它想反过来就是一讲学一讲金的方式吸引大家去提案报名其实就跟大家看到的文学奖有点像但是它是一个非虚构的就是它是一个计时类的奖项 就是它希望大家写自己的生活写自己在生活里面觉得非写不可的事情写自己的田野调查写自己的研究的课题然后把它写成一个非虚构的作品然后来提就是用这个提案来申请奖学金 然后它希望能够去鼓励嗯自下而上的这个内容的产生然后能因为当我们说搭建所有的这些社群平台社群生态的时候最终最终呃至少对我之前放不下的是一个那个内容从哪里来就是那个内容的生产者的热情和他们应该要产出的东西是需要支持跟保护的 然后这个东西是不能没有的所以在场非虚构写作奖项性大概是一个在metals固化出来的你可以离商业上你可以理解为是头部内容但是在社会价值上你就可以理解为是鼓励所有的人去写作自己的呃所所看到的对这个时代有价值的事情然后然后来自下而上的让这个让这个呃内容生态可以继续蓬勃那对这是这是在场的一个问题意思就是今天我们的新闻 产业就刚才说到一半没有积蓄下去了但实际上面对的状况我自己在2018年去创业开始和之前其实呃我自己身边的所有的以前做记者的朋友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五还留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半的人是因为有更好的机会可以离开另一半的人是因为政权的打击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就是整个可能比如说像苹果日报或者是立场新闻中 香港在两年前一夜之间就是可能有五百个人到一千个记者失业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所以但是很多人依然有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能力但他们的方式就会转成一种真的很像外卖外送小哥就很像这个很像Uber Eats的这个这个这个状况就很多很多的有能力去写作这些课题的人其实转成一种零工零工经济的状态去跟一些还勉励在支撑那些新闻的 Outlet合作但是那这真的就是做一单算一单的钱然后但是你知道对一个 大家如果有机会做过一些采访类的报告或者是这种从真实世界采集题才要形成作品的内容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过程里边 他跟你坐在桌子前写评论跟写小说是不一样的他这个中间耗费的成本和你面对的这个难困难 是远远高于一个媒体用一瓶简单的稿费来支付你能够cover的就是这个账永远都是算不过来的 所以对我来说在场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当新闻产业已经变成大部分的稿子其实都来自独立记者跟自由赚稿人的一个零工经济的状态的时候 没有保险没有编辑没有指导然后他可能在外面花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乌克兰的战争日记交给你的媒体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字三块钱或者一个字两块钱送给他稿费就这样 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还持续的有好的东西 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靠这些撰稿人的就是干在燃烧这个这个对我们这个社会最非常重要的真相吧 那所以怎么样去面对他们去建立一个市场上可以持续规模又可以拓展的一个支持网络 这个是对我来说就是在场的前提就是在场的奖金只是一个起点我们需要的是一整个生态的这个共同的建立了 对对好我差不多停在这就是所以嗯回到那个问题是今天想分享的主要是外外就是当我们面对这个至少从我作为一个新闻前新闻工作者的这个角度我们面对的是整个积蓄市场的失灵这件事情不是只冲击到新闻也是冲击到我们的新闻 我们所有的人呃冲击到言论自由的基础冲击到民主社会的最根基的东西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除了有一些方法就是我也很认同重建说的我们当然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修复它或者是说去补充它 比如说公共电视台或者是大型的基金会等等去补充它但是还是很难回避 我们必须得去fix这个市场失灵那有一种fix市场失灵的方式是超越它是换一个方式来设计这个市场 作为对这个市场的一个根本性的补充那这个是我觉得web3或者是当我们今天在讲去中心化多中心化无大台 在platform的这些机制设计的时候最有可能去发挥潜力的地方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会投身这样的呃这个这个冒险 然后最后最后回到我一直很喜欢这这句话就是这个它每年都会写一篇很长的这个报告来回顾过去一年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 他是跟Adobe的这个嗯联合创办人之类的对然后他我喜欢他说的一件事情他就说最终我们今天说到我们的平台 其实让我们进入了一个资讯极化的状态这个资讯极化的背后的原因还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今天好像在讲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我常常觉得social media是个伪概念我们在使用脸书的时候我们好我们在使用脸书跟IG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跟可能尤其是脸书 IG是还真的好一点我们好像是在跟我们的朋友交流但实际上他是social是服务于media的 Facebook依然是一个巨大的media他在用他在设计一些机制让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交流但实际上他这个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他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和数据去买广告 所以说我们跟我们的朋友的这些交流实际上是在这个整个的大的看不见边的这个机制里面是被manipulate的很厉害的 那我们有可能恢复一个独立的正常的就是social而不是media就是不是为一个media服务的social 我们有可能回到一个正常的社群关系吧那那个社群关系的规模很可能不会那么大 我们不会在一个平台上就是动不动就能看到全世界的人 而是而是我们回到一个其实是很像一些small town的就是就是一些小镇的这个尺度的设计这是我们人类正常可以应付得了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小镇 我们可能其实万分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最后讲一点我们最近正在做的一个设计是说 我们会让比如说在底层上让metus跟其他的去中心节点的内容服务联通 比如说以后你可以在metus上看到比如说有一个metus使用户转发了vitalic在mouthstone的一个帖子好了 然后你会在metus上看到那个帖子然后同时你给那个帖子留言的时候 这个留言会自动出现在mouthstone的vitalic的留言下面 然后vitalic如果在他的站点给你留言之后这个留言也会自动同步到metus的这个站点下面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那个底层协议其实能够做到的事情 这个很妙就是像他的多宠宇宙一样就是你会是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是你基本那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社群网络的想象 在这个社群网络下bib这件事情条红桑会作用就是你有一致的身份 但是你不管去到哪里其实你可以在这里跟metallic交流 你可以在那里跟metallic交流 他只要在他的站点上跟你交流 你就会在你熟悉的站点上跟他互动 而不用我们要跨到对方那条村去跟他讲话 那这可能是一个其中一个很不一样的想象 总之我们要重新设计这件事情 我先结束在这边谢谢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同学要提问好谢谢 谢谢 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区块链上写作 在区块链上写作 区块链的特定就是它没有办法被改变 它是有移动的放动 对 但是在传统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不良的内容 比方说侵犯别人理事的情绪 他有时候会被要求要删除的就是可能 特别是关于之前被你狗胆对的一些报道 侵犯到别人理事 所以在讨论到别人理事里面的那种被遗忘的时候 好像就会记住在别人理事 然后导致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种流浪报 会侵犯到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不想被那么怕的事情 对 那我想知道 有很多问题 谢谢 谢谢 是的 是被遗忘权本身就是自从区块链说可以永久保存 内容之外之后面对的最大的争议 这个我没有非常完美的答案 但我有两个回答它的方法 应该是很实际的层面 就是比如说拿Methas.com这个平台 就是这个网站来说 我们虽然是把所有的文章都保存在IPFS的节点上 理论上你是自从发布之后就删不掉了 但是Methas现在可以做版本管理 就是你还是你作为作者 还是可以修改自己的文章 就是你可以一版一版一版的 就无非就是很浪费资源 就是你可能发了一次文章中改了五次 就实际上就保存了五个版本 但是那个每个版本实际上从发布开始 都是被保存在这些节点上的 但是Methas.com作为一个 我们现在我们是个美国公司 对我们在2019年之后 从一个香港公司变成了美国公司 但是我们是不能自外于法律的 对吧 我们依然是要遵守美国法律 那好啊 最极端的那种儿童色情 对吧 如果在我们 所以那个Methas的处理 作为一个中间人 自我消失的中间人的这个方式 就是可以隐藏掉它 就是可以在 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 我们今天说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这个资讯发出的那一刻 其实就已经保存了 但是如果这个保存的资料 只有发出人自己可见的话 它就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因为你其实可以让它隐藏跟消失 这是在进入 这是一个实用上很可以做到的事情 因为我们今天的资讯传播的结构跟以前的电话系统很没有 我们今天比较像广播系统 每个人都像所有人讲话 然后但是谁能听到就还是倒过来 谁能听到这个东西是不确定的 这是有很多机制在作用的 那我们可以作用的机制在这个部分就是要去隐藏掉它 或者是要去劝诫用户自己隐藏掉它 所以它实际上不会带来真正的影响 但另外一个回答它的方式是 我有跟一个哈活大学商学院的一个老师常年在讨论这个问题 他就很有趣 他就说其实如果真的推到极端 如果我们真的所有在写在网上的文章都是不可删除 连隐藏都隐藏不掉的话 这个机制设计倒过来会塑造用户的行为 很多人会更不敢写一些五年之后会让他留下污点的东西 因为他知道连山都删不掉 所以他当时我记得2018年我跟他聊metals的时候 他建议我们叫定位自己叫tattoo block 就像纹身一样的部落格 那么可怕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写像纹身一样写部落格的话 你就会开始挑选你自己要写什么 因为你就会知道自己删不掉 但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推演了 就实际上这个产品应该也没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有没有市场可能有吧 就是他不是一个 这个回答是一个比较理论上的回答 我稍微普通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鼓励资讯系的学生去研究 如何从底层来解决这个轻微的confront 就是说被遗忘权跟区块链的不容易篡改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被遗忘权 我不是法律专业 也许有同学有兴趣的话可以深究 上次其中报道有提到 我觉得这个被遗忘权应该是系统性的遗忘是可以被接受的 因为我们终究难以追求终极的遗忘 终极的遗忘就是被产生的资讯 这个fit是完整的被穷救的从地球跟人类历史的洪流上消失 我认为这件事情几乎是做不到的 今天就这样Google可以把你的网页测掉 我们要如何确定有没有人已经把它打开起来 今天这个儿童设计的内容被移除了 我们要怎么确定NYTD的办公室里面没有存分备份 其实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MASA的答复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他们至少有做到系统性的遗忘 我认为如果他们是有请律师的话 我认为系统性的遗忘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 大家才可以持续的再去思考下去 还有没有同学的问题?谢谢 我认为因为在一开始也不好说 我认为系统性的遗忘 因为信息很太多 其中一个原因 对啊 其实你没想到 但如果比如说MASA上面的技巧过来 就可能资料都没有问题 那MASA的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问题 对很好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在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做filter 所以导致现在资讯量太大用户 每天都在抱怨自己找不到自己要看的东西 然后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自己希望的应对方法是把它切成 就是让用户分群 就是不是说靠你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思路也特别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那个Facebook 或者我继续拿MASA这间公司来举例 他们的方式是建造一个超级大的都市 然后有一个超级强大的MASA 那里的Infrastructure去分配所有的这个资源 我心目中的这个我觉得这是大家的政治观 我心目的观念是这个小国寡 就是因为当如果是1000个人的一个村庄 或者是1万个人以内的村庄 其实那个资讯的过载程度是OK的 是可以相互接受 这就是你在Reddit看到的生态 就是我想要的生态是Reddit 而不是Facebook 那Reddit它不用去对自己的资金 或什么样的Builder 因为它人多了它自然就会分叉 就会硬分叉出去成别的群组 那这是一个MASA想要的方式这样子 很好的问题 很好的问题 让我做一点小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相信也是所有的平台都接下来要面临的 to be or not to be to build or not to build 我自己的一个狂想还是讲到 我之前有跟同学讲这个价格排序 也许有一天MASA只要走到发文是要钱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研究一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最后做一个 这个算了 这个不要说了 好 因为我觉得那一篇论文很有趣 Science 大家应该知道在台大你给我发了一篇Science 你就可以横着走 走路你就可以对教授吹气 玩笑 就是说 我认为我猜测 我这个人很不科学 就是说我猜测那个结果的原因 是因为有一个factor没有考量到 就是以前的 新闻发表的成本 平均成本是比较高的 而现在的平均成本降得太低了 而在平均成本降到极低 激进于0的时候 假新闻会跑得比真新闻快6倍 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模拟系统里面 大家可以去模拟一下 当发布新闻是要钱的 当当写文章发表委员论是要钱的 你如果不付钱你就违法 假设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真的可以跑6倍吗 我不确定 他会不会变3.5倍 或者是1.5倍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点有趣的问题 所以 我也忘记我为什么要画这个图 我只是说如果你要付钱 才能够写文章 有没有可能可以导致 这个讯息价值的 可以恢复 可以恢复 但我认为这会导致 一直有人在批评我这个说法 就是说这个叫做 这个什么资讯真相的后资本主义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索 那就是说谁比较有钱 谁就可以cover真相 但这个我觉得一直都是 你不要因为结果会有问题 就不去做它 有机会我们再来几次 就是说任何事情能够见到新的过程 它都应该有它的价值 那我最后做一些ending 就是在困大一些时间 这个meters.com非常的精彩 那他们也正在做非常多的实验 而且是有这个会员base 是有很多使用者base 所以你如果对于社会科学资讯 甚至新闻 这个多位议题的实验是有兴趣的 我不知道这个meters 首先去注册meters.com的账号 那同时呢 这个有没有intern的机会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合作的可能 或者是大家如果平常也有写过的兴趣 也得参考在场的这个fellowship 那几个点我想要做个简单的closing 这个首先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很可能来到一个真相最贵的时代 truth is priceless 我觉得这个词大家可以再仔细思索一下 就是说我认为在这个内容 这个产制的方法在巨变的情况之下 真相的价值应该是越来越贵 但是真相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贵 真的好吗? 我觉得大家思考一下 那它要么变得priceless 变得很贵 价值连成 它要么变成priceless 就是没有任何价值 就是当大家不认为真相值这个价的时候 所以我想到了等一下还要有一个讲的那个 所以我加速了 所以大家思索一下 那另外呢 这个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有刚刚解评老师有提到几篇文章 或者学术的论文 如果大家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去研究一下 那另外呢我想 接下来 应该各位有很多的 试可以想也可以做 那大家也都很努力的在 跨出处于自己的一步 之前有来我们课堂分享的这个逗你 这个据说现在好像人在 或昨天 这个人在这个哈佛大学的线上的 分享会上 分享这个数位发展部 对于DID 也就是分散室的 这个身份的一些思索 那底下的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参与者呢 写了一个留言叫 台湾 is incredible 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都跟我们的 这个在台湾 创造流程的文化跟内容 还有我们的讯息传递的能力有关 那我们也当然都希望 这个在未来 这个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大家都还是能持续的说出台湾 那这句话现在说起来很容易 听起来很容易 但是会不会有一天就变得不容易了 我们在课堂上不讨论政治跟未来的预测 那也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去想一下 那另外呢 我们一直在这一堂课 几度讲到这个所谓的 言论的 讯息的 新闻的 真相的自由 我想也许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们好像把他事情看得太严重了 觉得我们很自由啊 我想要让大家想一个问题 你觉得鸟自由吗 你觉得鱼自由吗 鸟觉得他自己很自由 鱼也觉得他自己很自由 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体验到全部的自由 对吧 其实我最近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感受到这件事情 那其中一个例子是前没有多久呢 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云南大理的这个地方 发生了一个Web3的一个浪潮性的事件 全中国的青年超过应该有2000位以上 聚集到这个云南的大理 这个只在我的人生中 在金庸的小说里才看过的地方 在那边呢 举行了一个非常非常热闹的这个所谓Web3的技术 思想交流的一个嘉宁华 而且是跨中国全境的 但是在前一天晚上呢 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活动被官方热令的停办 但是呢这个活动转而为中心 变成了多中心甚至去中心 那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有趣 甚至有趣到这些人呢 把这个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大理图尼亚 意思呢是把California的C改成D 也隐喻了大理的这个名字 也隐喻了所谓的decentralization 但是这个事件在台湾是几乎没有任何曝光的报道 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个事件呢 在Matters 所以如果没有Matters我就像那一只鱼 我就像那一只鱼 我觉得我非常的自由 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有一部分的自由是我没有看见 那怎么样来透过系统透过Matters 来了解这个问题 我不能说各位或我们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相信世界上现在最聪明的大脑都在准备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真相最贵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掌握了真相的能力 或者你掌握了真相的系统 或你掌握了真相的结构 这里面有很多钱 所以你以为Elon Musk 为什么要花440亿美金去买 你觉得他真的只是为了好玩吗 你知道440亿美金是台湾的GDP的几分之几吗 我不知道我查一下 很多啦 我记得蛮多的 一年了 一年的GDP 所以真相真的很贵 所以如果你不管你是为了理想而争辩的资讯人 还是你是为了赚钱而学写扣的资讯人 真相比较很多钱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去追寻 所以Twitter的创办人 除了Twitter被Elon Musk的收购了 他现在用话语来宣称他要打造一个真相的平台之外 Twitter的创办人这个Jack Gossy Jack Gossy也出去开了一个新的公司 叫做平台叫Blue Sky 已经上线了 现在已经可以create account 而且在最近很多的Twitter的大牛大V都要转上去了 而且他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言论 他们说Blue Sky有一个伟大的发明 就是你如果能够验证某一个网域是属于你的 那么这个网域会直接变成你的Blue Sky的Handler 也就是你的以前你在Twitter上面是 帮你的ID 然后这些大佬很兴奋的觉得 Blue Sky可以让我 比如说我是JuChunk Co 我的JuChunk Co.com 我的JuChunk Co.com 就会直接变成我的Blue Sky的Handler的ID 如果我能验证这个网域是属于 Come on It's 2023 OK 就到2023年了 网路的用户还在欢呼说 我可以用我的网域来当我的Social Account Handler OK 所以我希望用这个例子来告诉各位 在接下来这个时代还有非常多机智创新的空间 好吗 OK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各位可以去思考 可以去做 可以去想象的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件事情离我们非常遥远 也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很理想化的 挣很多钱 也不要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只要使用就好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离台湾是很近的 是很重要的 不是吗 你自己心里的心裂 那就是不想要传达的 ель员 就是不想要传达的 因为这件事情 你们没准备